另外花莲市公所为了打造客家的新亮点 推出了回客串新寻宝闯关的活动 从即日期直到9月30号 民众只要到指定的客家景点或是店家 市集完成了五个关卡 就能够兑换价值300元的现金抵用券 花莲市长魏家贤也邀请大家 一同来探索客家文化 带走喜欢的伴手礼 花莲市公所31号下午在石亭客家小关 举办回客串新寻宝闯关活动记者会 由激公战鼓队带来精彩演出 为活动揭开序幕 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 只要拿着集点卡前往指定地点 闯关拍照打卡 就能轻松拿到300元的市集现金抵用券 我们这一次结合了18个店家 然后就是花莲市市区的店家 还有8个景点 就是花莲市有关于客家相关的景点 以及我们两个市集总共设计了20道的关卡 民众只要到上述任何一个景点就可以得到一个印章 那只要集满5个印章 就可以到我们浩克文化会馆来换300元的一个责诈券 那详细情形也可以直接向我们浩克文化会馆的FB去了解 桌上摆满各式各样的客家美食以及在地特色商品 这些全都是这次配合闯关活动店家的拿手绝活 市场会加仙也邀请大家一同响应探索客家文化 并带走喜欢的伴手礼 那我们希望把客家的景点跟景区把它做一个串接 那也搭配我们花莲市公所后面的客家市集 能够把它做一个串联 所以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 那在市区所举办的活动有别于乡村型的一些活动 那我们希望可以把在地的几个店家做一个更密切的链接 也可以让消费者能够走入我们市区 也能够了解到市区过去在客家文化的一个渊源跟历史 这次配合传供活动的有18间客家友善店家 以及8处景点两个市集 共有20种关卡 民众可以只有选择取得盖章的方式 只要完成5个关卡就可以兑换300元的现金抵用券 在每周五的浩克市集 以及6日的刻意降薪市集中 都能全額使用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花莲市客行所网站查询 欢迎客称心寻宝区 在 记者徐丽清 花莲市报道